柔佛新山一个早逝前天出现了疑似迷魂党徒 两名中国大妈嫌犯被民众抓获 当街被挂牌丢鸡蛋羞辱 这起事件引起了警方关注 柔佛州总警长拿督莫哈默卡利尔就警告民众 面对这样的事情绝对不可以动用私刑 否则本身也可能卷入案件 警方强调一旦遇到类似的情况 应该要马上报警让警方处理 两名中国大妈双手被绑 坐在地上被人丢鸡蛋丢水果还泼脏水 一旁甚至还有民众发出欢呼声 这段迷魂党被对付的视频 前天早上事发之后立刻在网络上传开 不过警方提醒这种动用私刑的举动 有可能已经触法 虽然民众指控这两名前犯 不是第一次干案 不过警方强调由于没有受害者出面报案 如今民众却动用私刑 恐怕将让调查工作难上加难 警方再次提醒遇到类似情况 最好第一时间报警 由公权力介入调查 目前被捕的两名中国大妈 将被警方延扣一个星期 案件目前以欺诈角度展开调查 NTT7综合报道